丟我多久了 看一下看有沒有聲音 哈囉 有聲音嗎 有聲音嗎 有沒有聲音 好 歡迎來到精湛LIFE GO 我是小黎 那今天呢 我們最近剛好進了一個 新的櫃位 他是賣蠻特別的商品 他是有賣特殊造型的雞蛋糕 然後是有包餡的 其實我小時候吃的那種傳統雞蛋糕 他就是都沒有包其他餡 他就是普通那個粉漿這樣子 就是吃原味嘛 那畢竟我們現在世界越來越進步 我們吃東西也日新月異 所以就開始很多廠商很多老闆會想說 我們要做特別的雞蛋糕 然後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雞蛋糕 他有非常多的口味 我們等一下會一一介紹給大家 那我們等一下呢 也會帶大家直擊 應該就是說我會現場直接做雞蛋糕 雞蛋糕給大家看 看一下我們雞蛋糕到底是什麼做成的 然後我們今天今天又很重要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久違的買一送一又回來了 沒有錯就是在今天十點以前 線上下單 我們只要購買八顆的組合呢 任選喔 雖然不能混搭 不能以八顆都不一樣口味 但是八顆同樣一種口味 口味可以任選 今天到十點以前 都是有買一送一的優惠喔 我們很久沒有做買一送一的優惠了 上次做回想非常熱烈的事 去年 是年初的大廚蘿蔔糕 那我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踴躍參與 響意我們的買一送一發 好那我們先介紹我們的老闆 我們歡迎羅老闆 歡迎羅老闆 你好 那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雞蛋糕 是有什麼特別之處 它的造型非常特別 它是有翁來鳳梨跟元寶對不對 是 那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發想 會想要做這兩種特殊造型的雞蛋糕 因為我們剛開始是創業的時候是在 剛好要過年的時候 是 所以覺得這兩個造型會比較討喜一點點 是是 然後其實這個小朋友喜歡 大展也喜歡 然後就一直固定就用這兩個造型 喔 那所以就是初期其實還有做過其他的造型 我們目前有在想其他的造型 對 所以 但是目前暫時就是用這個造型 這兩個造型是不是 對 所以我覺得做這兩造型非常好 而且是一年四季都會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人就還蠻迷信的 就覺得 翁來跟元寶就會發 對不對 誰不愛錢我也愛錢嘛 對不對 那我相信呢就是吃的 翁來跟這個元寶的雞蛋糕呢 都會發 大家都會發 也會非常幸福 好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要來手做 我們的雞蛋糕對不對 那我們就現在馬上 請我們的羅老闆 來教我們怎麼做雞蛋糕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開始之前 我們先手部消毒一下 那老闆也有消毒不要擔心 好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首先 因為烤爐的溫度很燙 所以要注意烤爐 然後把烤爐打開之後 我們在底下下一圈麵糊 那聽說老闆你們的麵糊麵粉是進口的麵粉 對我們是使用日本進口的麵粉 對我們是使用日本進口的麵粉 那我們餡料的話也是蠻特別的 等一下可以介紹一下我們的餡料 好等一下請老闆一一介紹我們的餡料 我已經感受到熱氣了 很熱對不對 老闆我們現在做的是紅豆對不對 紅豆對 那紅豆的話它是萬丹的紅豆 哇萬丹紅豆有名 對 是那就是專程去萬丹找的 那這個我可以說廠商的名字嗎 可以啊可以我們是沒問題 他是協議行的李先生的紅豆 那我們會使用他們的紅豆是因為他們是沒有用落葉劑 而且他們是有生產履歷跟有檢驗報告的 就是健康有機的紅豆對不對 對對對 就為了消費者要吃單性也吃得健康 用最好的紅豆對不對 那像我們雞蛋的話我們其實 在製作麵糊過程雞蛋糕嘛 顧名思義就是有雞蛋 對很多要用到大量的雞蛋 是 那我們雞蛋的話像我們雞蛋也是 跟苗栗的厚龍的一家飛翔牧場 對他是用土雞蛋 他是放養 他是在火龍果的田園裡面放養的土雞 生出來土雞蛋 所以品質也是非常穩定對不對 那像他們的話也是有一些檢驗報告 是是是 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李老闆 就是說我們平均做100個雞蛋糕啊 大概會用到幾顆雞蛋 我純粹就是好奇啦 100個雞蛋糕喔 是 呃我們如果五公斤的麵粉我們要用到40顆蛋 五公斤喔40顆蛋 那真的蠻多的耶 對 那五公斤的麵粉的話可以做大概多少數量的雞蛋糕 大概四五十個左右 那也是蠻 就是大概四五十個左右就是要用40顆雞蛋 對對對 那其實這樣算一下其實平均一兩顆雞蛋糕就是要有一顆雞蛋 是 對一兩顆雞蛋糕一顆雞蛋 對啊 顧名思義雞蛋糕嘛 顧名思義它就是 呃最主要的材料就是雞蛋 沒錯是 對還有麵粉 那我們前面其實這邊有製作一個菜單啊 旁邊一個小百姓 我們請小編幫我們帶一下 上面有很多種口味 對 那 你要不要那個羅老闆我們這邊最推薦的口味什麼 就是羅老闆自己私心最推薦的口味 呃其實像我們 剛剛有提到萬蛋紅豆嘛 那這個是呃剛開發出來的新口味 那像我們的起司的話 是 其實我們起司是有拉絲的效果 起司也蠻推薦的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做一下起司嗎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喔 那我們平均做雞蛋糕大概要多久時間 大概要 就是像我們剛剛已經把紅豆跟這個粉漿都倒進去了嘛 對不對 呃烤的時間大概是四分鐘了 四分鐘 對烤的過程的時間大概四分鐘 那其實其他時間就看是 就看下料的速度了 是是是 對 那我們平均一天這樣都賣多少個雞蛋糕 有算過嗎 呃我們 沒有認真算過幾個雞蛋糕 因為我們 像我們背起來一些 就呃可能 時間大概二三十分鐘我們 要冷掉我們就會把它丟掉 其實冷掉口感比較不好 所以 我們也是有一些 這個就比較 沒有去算 一天大概做多少 是是是 但是剛剛羅老闆有講那個重點 就是冷掉口感不好 就不會再輸錯給客人對不對 對對對 都會希望客人都是吃到最熱騰騰 剛出爐最好吃的狀態對不對 是 好那我們這樣是 好了嗎 好了 我們要再打開 好 要把它拿下來 哇 招財兩個字印得非常大 呵呵呵 那它背後是進寶 招財進寶 那所以當初為了做這個 然後去開 做這個造型的雞蛋糕 去開發這個模 是是 我真的覺得吃了會發耶 呵呵 飽滿 看起來非常飽滿 現在它降溫 這個真的會 電風扇會開 對 因為我們是脆皮的雞蛋糕 所以 它要吹風 對然後 如果它不吹風的話 其實它 裡面的熱氣出來 水蒸氣出來 它就不會脆皮了 它就軟掉了 對 對 那像 這邊脆皮 其實你輕輕一削 它就 它就會掉了 很香耶 小便有沒有聞到 超香 對啊 超級香的 欸它弄好 好整齊喔 哇 超可愛的 等一下可以夾一下 給大家看 等一下 我們會把它撥開來 給大家看 你撥嗎 欸 冷一下 真的很燙 對 剛開始起來很燙 冷卻一下 夏日真的很燙 那一邊就是健保 一邊就是招財 招財健保 那吃了就會發 對不對 就一定會發財啊 忘了講一個重點 我們今天也是有抽獎的 欸 小便幫我們講一下 今天抽什麼 今天的話 我們會抽 萬丹火龍的爆燒 四路 然後再加上一杯 熔岩花蜜茶 那我們的活動辦法 就像現在大家這樣子 留言機 蛋糕 一送一 那我們在今天晚上十二點 快幾個字 今天會抽出五位幸運兒 才會獲得這份產品 今天在買一送一的活動 大家可以做錯 一間 文字體 繼續今天的限量 喔 我們今天是抽這個 萬丹紅豆口味 這是我們剛剛做的 那我們抽出五位幸運兒 只要今天十二點以前 留雞蛋糕買一送一 明天小便 就是後台幫我們抽出五位幸運兒 那是有送我們萬丹的這個 萬丹紅豆的雞蛋糕之外呢 還在額外再送你一杯龍眼蜜茶 對不對 龍眼是精湛獨家 是 是 那這個 這是不是也是我們精湛獨家的 對沒錯 只有精湛 全台灣只有精湛 買得到 萬丹紅豆 馬上播是不是 好好 馬上 你要再再播嗎 還是 OK 沒關係 會不會太燙 應該會蠻燙的 會真的蠻燙的 對啊 來 哇 飽滿的 紅豆在裡面 有它的惡氣 對不對 你真的一顆一顆 對啊 超明顯這個紅豆顆粒 因為這個都是自己組的 所以希望馬組的可以粒粒分明 對 雖然消費者可能包在裡面他們看不到 但是我們還是會用心的把它做到 就是盡量把它做到最好 從挑選食材到製作餡料到最後再 這個烤製這個雞蛋糕就非常的用心 那我就是試吃看看 吃給大家看到底好不好吃 小心燙喔 真的很燙對不對 對 它皮真的是脆的 然後 紅豆 紅豆的顆粒其實蠻明顯的 甜 但是不會死甜 就會膩這樣子 很燙 超燙 超燙 其實真的很燙 但你看不出來很燙 我會忍 我很耐燙 我不是貓舌頭 但是真的很好吃 它皮真的很脆 我很喜歡它的皮 真的非常脆 它不是只有造型 對對對 讓我們給小編吃吃看 來來來來來 問一下小編的感想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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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燙對不對 真的很燙 真的很燙 真的很好吃 它那個外面的皮非常酥 而且是剛起過的時候 對 它那個外面的皮非常酥 而且是剛起過的時候 超香 可是隔著口罩 我都可以聞到那個香味 超棒 然後我們接下來是要進入 試做第二種 我們是要做起司對不對 對 如果外帶冷掉的話 外帶冷掉 可以加熱的啦 但是就是用一般的大銅電鍋 去乾蒸 乾蒸喔 不用加水 乾蒸 就直接按下去 讓它跳起來兩次 其實就可以了 對 或者是微波爐 微波爐那旁邊要放一杯小小的水 對 因為它表皮才不會太乾 對 微波爐其實 微波爐回烤也可以 對 其實那裡的方式非常簡單 大家可以 對 對啊 欸買一送一 這樣子兩盒 可以選不同的口味 其實 我覺得 可以選一盒 鹹的一盒甜的 然後也不用擔心 回去冷掉這問題 因為剛剛羅老闆也幫我們解釋說 你只要 那個電鍋 乾蒸兩次 或是你只要微波爐 打個微波 旁邊放一杯水 那就會回到我們 跟現場做出來 差不多的味道對不對 是 不會 謝謝 好 對 我們要做鹹的 我們這次做造型是鳳梨嗎 好 做鳳梨 我們做鳳梨 我們是做起司 做鹹的 好 那麻煩羅老闆 我 我 我幫你下 好 然後你夾 好 那因為羅老闆說 這個粉漿啊 因為要擠的時候 非常靠近機器 機器溫度非常高 所以就由羅老闆代勞 幫我擠粉漿 然後由我 放起司進去 對不對 對 對 就是放正中間就可以嗎 是 這樣可以嗎 不行 要正中間一點 正中間 因為我們等一下下面糊 它有一個 你不能超出它的模子外面 哦 好 對 因為這樣會爆開來 其實這起司蠻大塊的 這個模有點小 正中間這樣 嗯 是 然後正中間 是 這樣其實 其實粉絲可以 很大塊 對啊 因為它的鳳梨其實蠻小一個 但是它就是料很多 超大一塊的 我們錢放一點點這樣子 對不對 可以 好 因為你一定要大塊 它這個只是一半的麵 我們要想看 它的模子兩面 所以 如果放不 放不夠的話 其實 客人會吃 吃不到東西 所以 我們會盡量把它 在 它 模 可以放的 盡量把它放到最大塊 塞滿它的料 對 老闆有可能是 如果它買一送一 十六顆 可不可以選兩口口味 嗯 十六顆 我們就八顆一個口味 這樣子 那它就當場市場跟你說 要拿 哪種口味提一下 味道 是 那老闆我們這邊起司 是用哪邊做的起司呢 嗯 這有點 比較商業 商業經濟 不好意思 對不對 所以 但是據說是厲害的 起司 是 而且它那個牽絲的效果 非常的準 對 因為我們昨天其實有下來 是 昨天小編有來拍IG的宣傳照 對 然後辦公室也是非常的熱弱 是 我們起司其實比較建議熱熱吃啦 因為熱熱吃它會有拉絲的效果 對 那 其實如果冷掉的話就會 它會融在雞蛋糕裡面 你會 如果沒有仔細看的話 你光這樣吃 你會覺得裡面沒有東西 只是聞到 起司的味道 對 對 所以熱熱吃才會有起司 可以看到起司比較完整的狀態 對 拉絲的效果 好 那我們這邊也是四分鐘嘛 對不對 對 那我想 偷偷問一下 老闆能不能透露 我們之後有沒有想要開發什麼 特殊的口味 嗯 我們之後 開發什麼特殊口味 其實我們現在 大部分都會以跟小農配合為主 像我們之前 也有找 土鳳梨 喔土鳳梨是 對還有 士林農會 推薦的小農 我們有配合 洛神花 洛神花 洛神花是蠻少見的口味 對對對 對 洛神花 我們之前 他說 市取低價當當贈送 我們應該是要同價位 對 我們要同價位買一送一喔 那這邊說明一下 因為它的口味差異會有不同的價位區分嘛 對對對 所以買一送一是要 就是要同樣價位的 對 同價位區間的口味可以做選擇 是 這我覺得洛神花蠻特殊的 對 因為我們還有用洛神花的果粒跟果醬 其實它比較費工啦 它就要做成一個果醬 然後再去修剪它的果粒 那放在雞蛋糕裡面 我覺得老闆他們其實 做這個雞蛋糕非常的 非常棒 它的啟發點也非常好 就是他們也跟小農去做合作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產業鏈就會把 其他一些相關產業的這些一起帶起來 這樣子 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尤其近幾年啊 像路易莎也是很有名 他們都是用小農的那些咖啡豆啊 去做咖啡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做生意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互生互利嘛對不對 對 我們這邊自己好 那也希望別人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好起來 對不對 這主要是 土鳳梨我們現場其實就有了 可以過來品嘗看看 對對對 有有現在有 那洛神花其實它是有季節性的 所以 對 現在可能 暫時沒辦法供應洛神花 季節限定洛神花 季節限定的 季節限定的 吃著要靠運氣了 那請這位粉絲有空來精湛 我們來看看B3的手扶地旁邊 來嘗嘗我們賭鳳梨啦 對啊 剛好時間到了 我們要起鍋了 超香的 鍋子打開那一刻真的 對 鳳梨好可愛喔 鳳梨真的超可愛 那這時候我們一樣 就是電風扇讓它吹涼 那它的皮就會很酥脆 輕輕一敲就會掉 超香的 鳳梨其實很飽滿 胖胖的蠻可愛的 對 然後它還有一個旺 真的耶 然後我怎麼講 它上面有一個旺字耶 它上面有一個旺字耶 對對對 剛剛沒有仔細看 沒有看出那個旺字 那鳳梨比元寶造型大顆嗎 是 對 所以 會有一點價差啦 鳳梨 翁翁翁來的造型它比較大顆一點 馬上滾下來 馬上滾下來 可以搭下來對比一下 可以搭下來對比一下 喔 真的有差耶 大小 差 那我覺得兩種都非常可愛 我現在請小鈴幫忙 對 那不是大家說 線上購買只能選一個口味 那如何跟 比較搭配的話 要怎麼選一個口味 線上購買只能選一種口味 那就是我們買一送一的部分呢 就是在現場取的時候 那就跟老闆講你要 第二種口味是什麼 就是出 咦 我們下訂的時候 會先訂一種口味 然後到時候你來現場的時候啊 你再跟老闆講說 你買的是什麼價位的產品 然後再選 那個價位區間的送一的部分 這樣子 前面有那個價目標 對對對 在前方這邊 都清楚的載明 商品資訊 可以說你的另外就是要同等價位 對 然後我們再跟 剛剛進來的粉絲講一下 我們現在都有做買一送一活動 就是 今天的十點為止 就只有今天喔 今天5月12號 今天5月12號 在我們的直播下單的地方呢 購買我們八顆的 鳳梨 不是鳳梨酥 看來是鳳梨講鳳梨酥 購買我們八顆的雞蛋糕組合 那口味認選 那當然八顆都要同一種口味啦 口味認選都有做買一送一的活動 然後還有同時我們這樣直播也是有抽獎的活動 只要留雞蛋糕買一送一 那我們就會抽出五味幸運兒 那一樣是今天晚上的十二點之前 留雞蛋糕買一送一 我們就會抽出五味幸運兒 送出我們的萬東紅豆 精湛限定的口味 還有我們的龍野蜜茶也是精湛限定的口味喔 就送了這個套組給五位幸運兒 所以請大家趕快留言吧 好那我們要 精彩了 精彩了 感覺很燙 感覺很燙 要不要提醒一下觀眾 就是如果來吃的話要小心 真的很燙一定要小心 但是真的是熱熱吃 才會好吃 這樣子 就像抹牌的熱飲 熱熱喝快快好 所以要開始了嗎 對對對 表演一下 很精彩 牽絲 牽絲 它真的有牽絲耶 真的超燙 很燙 超燙的 很長耶 很長 比你的臉都還要長 對啊 它一直來一直來 一直來 超長的耶 哇 這老闆說是商業機密 所以可以牽這麼長 對 越秘密越要吃 對對對 那我要試吃了 我決定試吃 好燙好燙 吃吃看 超香的耶 你可以先嘗嘗它的炒的部分 炒的部分是不是 是很脆的 炒的部分 對 就是鳳梨的炒 鳳梨葉的部分 對 那個炒的部分是很酥脆的 欸 鳳梨造型很受歡迎耶 大家都是很喜歡 是 超脆的 相信我的麥克風收音 應該有收到那個效果 ASMR對不對 超脆 嗯 嗯 好燙喔 其實這個頭髮蠻像碰的 是 好好吃耶 有網友說 吃下去往事回味 你有往事回味的感覺嗎 回到我 小學的時候 我阿嬤都會買雞蛋糕給我吃 很好吃耶 對 起司真的很虧耶 超虧起司的 嗯 所以我覺得 你 買一送一真的是可以 一盒買起司 然後一盒買我們近戰線 你也有紅豆腐 可以在提醒網友 在訂購說 可以在拿兩次備注 然後 在我們訂購的那個頁面上 我們都可以下備注說 欸 你買一送一 買一是什麼口味 然後你送一 你要送什麼口味這樣子 然後我們到時候來 直接可以領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出示 那個購買畫面 我們請小編 直接幫我們解說一下 稍等小編一下 好吃耶 我們不要再OK 我們可以在下方 廢出的地方 就可以領下 另外一個想要到配個部分 那這邊 我們就會 移動給店家 的時候 我們就能走 這樣 算一下喔 好那相信大家應該都有 仔細聽懂小編的解說 如果不懂沒有關係 到我們的分食 對對對就是你可以 如果想要什麼口味 你就在備註欄上先寫說 你買一送一的部分呢你要什麼口味 那如果沒有辦法決定你要 什麼口味或是你忘記了沒關係 在現場一樣請羅老闆幫你 推薦好吃的口味 那我們這邊就先謝謝羅老闆 謝謝他帶我們做的雞蛋糕 謝謝 來貴山會看到老闆嗎 來貴山應該會看到老闆的啊 但是也是要休息一下 有機會有機會遇到老闆本人 是是是 好那我們今天謝謝羅老闆來謝謝 那最後我們也進入一個尾聲 我們就再一次講一下我們今天的優惠 今天5月12號 晚上10點之前 在我們金站上這個是我們臉書 然後我們可以串聯到我們的那個下單平台 我們現在其實 商店我們臉書商店也可以找得到 或是我們直播貼文這上面的網址點去 也是我們下單的頁面 只要今天晚上12點在下單頁面裡面 購買八顆的組合 那這八顆呢當然是八顆都要同一種口味啦 但是它的口味有很多種 然後我們就有買一送一的優惠喔 買一送一到什麼時候 買一送一到今天為止 買一送一真的只有到今天為止 趕快真的 今天就是現在7點半快了 我們還有2點5個小時左右 對這2點5個小時裡面呢 都有買一送一的優惠 10點一到我們就會把這個選項給取消掉 那就會錯過了 我們很少見的買一送一活動 那今天真的是為了粉絲們 才會去洽談這個買一送一活動 有限取貨時間嗎 取貨時間就是在 我們小編講一下 取貨時間到什麼時候結束 這個是快閃貴的關係 我們一定覺得 6月14號之前很快來結束喔 這個時間限定了嗎 沒有錯 因為他們是快閃貴 所以6月14號以前 一定要取完你的貨喔 這麼好吃雞蛋糕也不要等那麼久嘛 對不對 下單就馬上來領吧 就是 欸你可以下單 然後禮拜五以前可能 欸明天禮拜四或是後天禮拜五 下班你就路過來領 你的雞蛋糕也不錯這樣子 好反正我們就是今天 10點前下單 有買一送一的活動 然後還有我們的抽獎 今天12點以前 12點之後我們就關掉 關閉這個 我們撈取名單 就會撈到我今天12點為止的 留言的人 5位幸運兒 抽出我們 萬丹紅豆 精湛獨家狗位 萬丹紅豆的 元寶燒 然後還有我們的 龍眼蜜茶 這也是精湛限定的東西 那這是一個套組這樣子 它是一個線 然後抽出5個套組 5位幸運兒 那我們今天12點前留言的網友 我們明天小編就會後台幫我們抽出來 稍微公布給你們 然後請你們私訊我們喔 好那我們今天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來買鳳梨也買元寶 讓大家旺一整年啦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